你好 朋友 我可以拉油 有影片 要拉油 我可以拉油 我可以拉油 我可以看影片 我可以拉油 之前我有剖一部影片 怎么取下这个白带鱼肉的 这个是不是这样 我给它 再分 小片一点 这一大片分成小片 在桶子里面再拉下去 像这样 现在 现在 现在白带鱼可以吃 很新鲜又很便宜 冻一下 生几个小片 分享一下 小片 小片 鸡 油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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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呀 就要加一片 然后添加少许的味道 我使用这个味道 然后我们把它转一转 你的鞄劲 你的鞄劲 最后的鞄劲 这些鞄劲 这里的鞄劲 这些鞄劲 所以, 它在底下 它们就很容易吃 这里的鞄劲 这些鞄劲 这都比较方便 这都有检查过了没有吃的 这些都已经试试了 已经没有绿绿的 鱼鱼鱼鱼 先放入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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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用小火煎就好了 我们煎另外一面 其他的把里干一下 放蒜头 白红布蒂 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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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鱼 苦辣 砂糖 酱子一干 鱼露 檸檬 檸檬汁 加一点点茶 还有椰子糖 谷伊娃远 然后我们加入搅拌 我们打碎 然后我们尝试味道 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味道 我们搅拌大碎 哇 满脱 这样就完成了 哦 这边的鱼也熟了 腻啊 已经熟了 我们先让棉杆放在一起 我们先用这样 让它油滑下去 好 门夹起来 我们先把鱼也熟了 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啊 鱼也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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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做看看吧 鱼也熟了 鱼也熟了 这是要用蒸的 蒸的很简单 就 盐巴跟柠檬汁 这样一点点 这样就好了 拌一下 你加入一会儿 这样就可以卷了 一样我们卷一卷 我们再切几次 再切到切 就切成 就要是 再切鱼也熟了 我们将打把鱼也熟了 郑农的盐料 这是鲤鱼也熟了 这个鱼也熟了 用鱼也熟了 这个鱼也熟了 这种鱼也熟了 鱼也熟了 芒芝朗甘阿米斯 这个我们要蒸喔 这边我刚好有 香茅 这干的香茅 新鲜的香茅也都可以 没有香茅用姜也可以 这有他的香气 香茅香气 可以去腥 这我们的 这个鱼肉摆上来 这个鱼肉的鱼肉 我们要加上鱼肉 然后加一些水 加上鱼肉 这个鱼肉很快就少了 所以鱼肉也不需要太多 这个鱼肉也不需要太多 这鱼肉就不需要太多 这个鱼肉 用热水去蒸 用热水去蒸 然后蒸到手 蒸几分钟看个人啊 因为有的鱼 有大有小尾 盖起来 来 都得了 你无大呀 这个好了 然后 这蘸酱我们 淋上来 一样的蘸酱 淋上来 鱼肉也不需要太多 鱼肉也不需要太多 完成了 如果小孩子要吃的话就不要放辣椒 起来跟你做吧 大家尝试看看吧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